蒋氏有嫡长子赵泽在 娘家又给力 小钱氏虽然还有一儿一女 分量却是远远比不上他的 虽然钱老姨奶奶有些不依不饶 但他儿子建南侯发了话 他也没法再闹了 蒋氏只是不痛不痒的 被责备了几句 连协助管家权都没被剥夺 不过他为了表示公正 以及对树子之死的悲愤 命人将因失职而被关进后院的乳母 给活活打死了 还将其家人通通赶出府去 小钱氏不愤正式未受重罚 却也没法子 他还有别的孩子 总要为他们着想 唯有哭哭啼啼地收敛了小儿子 送到城外家庙中 与郡公爷的灵鹫摆放在了一起 孩子未满月就夭折了 照规矩连家族墓地都是进不去的 小钱氏为了小儿子 开始想办法说服老姨奶奶 让他去跟建南侯开口 让孩子有个体面的葬身之地 事情还没成 赵泽也病倒了 他发起了高热 还说胡话 他亲生母亲蒋氏 担心他这病是先前从他弟弟那里过的病气 命人将自己的院子封锁起来 让丈夫带着小前世和数子女们搬到别的院子歇下 把嫡女送到婆婆屋里 他自己带着丫头婆子守在儿子的床边 旁人一概不许靠近 如此精心照顾了两日 孩子的病情才有所好转 侯府里开始兴起传言 纸郡公爷舍不得孙子增孙们 因此想要带走一个作伴 先是看上了朱二老爷家的大姐 接着是绝大爷家的红哥 如今连泽哥也受罪了 幸好郡公爷心疼儿孙们 最终只带走了红哥 这小曾孙是他去世后才降生的 他老人家没见过 真稀罕呢 至于泽哥 还要留着顶门立护的 郡公爷没舍得 这个传言很快就传遍了整座侯府 没两日 连经理其他王公薰贵人家也知道了 甚至宫里那位万岁爷也过问了两句 没人再说红哥的死透着蹊跷 反而认为他死得再正常不过了 还很体面 因为他得到了逝去的郡公爷的抬举 若不是最心爱的小辈儿 老人家又怎会谁都不挑 只带走了他一个数出的 小前世但凡有一句异议 都要被人反驳回来 连赵爵与前老姨奶奶也不站在他这边 他只好闭了嘴 只是传言传着传着就有些变了味道 开始有人说 郡公爷身边只有一个奶娃娃 也太寂寞了些 虽然孩子可以承欢心下 却无人伺候老人 郡公爷是不是该再带走一个 能伺候他的贴心人 张氏对这种留言自然是不屑一顾的 不是因为他不姓鬼神 而是他所知道的郡公爷赵柱 是个真正的心疼孩子的人 绝不会仅仅为了要有人陪伴自己 便断了儿孙们的性命 赵红不过是小儿夭折 其他孩子生病也是因天时之故 所谓的流言根本就是胡编乱造的 可前老姨奶奶不这么想 他开始害怕晚上 睡觉都睡不好 整天神神叨叨的 还偷偷找了和尚尼姑 询问这驱鬼之法 贱男侯赵炯得了消息 差点没发火 这种事传出去 不是老他的面子吗 他的生母 怎么就不能跟继母一般的省事呢 但牛是不这么想 他总觉得这件事透着古怪 这流言是怎么在府里流传起来的 才两日就传到外头都知道了 分明是冲着老姨奶奶去的 莫非是老太太使的诡计 他那性子 哪里做得出这种事来 赵炯不以为然 老姨奶奶平日里干的让人没脸的事 也不止这一件了 但凡他能聪明些 也不至于闹得满城风雨 牛是瞥他一眼 挺直了腰杆 不管怎么说 分驾的事 不能再拖下去了 大姑太太一家族儿已经离京 咱们明儿就把这事情办了吧 赵盈军的身体 渐渐好转了 看来回春堂的老大夫医术 还是很给力的 面对祖母和父母 及乳母丫头们的斗趣 他开始露出无耻的笑容 乐呵呵的卖萌逗他们开心 在这全家都有烦心事的时候 他这小身板 除了卖萌也做不了什么了 由于还是个小屁孩 目前全家人又只能 屈居在一个不大的旧院子里 他没有多少活动的空间 基本都是在房间里吃喝拉撒 所以他开始在炕上学习走路 原生大概没开始学这个 因此长辈们见他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两步 就欢喜得不行 小哥哥拍着手逗他多走几步 他一卖角 他就嘻嘻哈哈地抱上来 连祖母张氏也一改平日的淡定模样 高兴地夸奖孙女聪明 赵盈军心想 自己的表现也许有些突出 但并不算夸张吧 这样也好 学会了走路 接着学会说复杂一点的句子 也就不会不正常了 要是让他继续装成个小婴儿 他不闷死也要憋死 还有一件让赵盈军开心的事 就是他终于知道自己现在叫什么名字了 赵秀 秀就是像玉一样漂亮的石头 诗经里有冲耳秀莹的句子 这是年轻的父亲赵卓 抱着他念书时说的 里面的莹字 让赵盈军很有亲切感 记得他小时候 父母曾经提过 给他取名盈军 就是希望他做个像玉石一样 透明纯净的人 他几乎是马上就接受了这个新名字 对新穿越过来的赵秀而言 现在的日子虽然是过得不太方便 但也不算难受 吃喝穿用都是不用愁的 也有人伺候 虽然长辈们总叹息 屋子太旧太破了 但光是正房的面积加起来 就有上百平方 除去证监是做厅堂使用 东屋有三十多平方 是祖母带他住着 西屋是父母的卧室 小哥哥和他身边伺候的人 独占不下七十平方的厢房 剩下的乳母丫头们又分享一间屋 除了屋子光线昏暗一点 闷热一点 这条件真的不算差了 外头的院子里还种了许多花草树木 虽然常年未经修剪 显得不大整齐 却花红柳绿的非常漂亮 赵秀心想 要是自己的身体再大几岁 那这屋子采光通风再好一点 吃饭的时候能有点肉 不必再喝奶 那这日子就过得更熟心了 当然 他心里也清楚 身为一个奶娃娃 这种想法不大现实 就连祖母和父亲 母亲 小哥哥他们 也因为正在守孝 平日三餐吃时 都以素菜为主 样式很简单 不过味道还不错 母亲米氏每天都花不少的钱 打点厨房 不然哪里能有这个待遇 祖母他们在讨论分家的事 今儿一大早 侯爷两口子 就把张氏母子请过去了 为的就是分家 看来还真没打算留面子 京中的产业基本都让涨房占去了 因老爷子阻击上海奉贤 在乡间有不少田产 因此侯爷就给同父异母的弟弟 分了十清地 五百两银子 再把他平日用惯的几房家人 拨给他 算是把他打发了 至于嫡母张氏 他们也没有奉养他的念头 美其名曰 给弟弟一个孝顺的机会 让他随亲儿离开 他身边的丫头婆子什么的 只有两个贴身伺候的丫头留了下来 其他的一律不许跟着走 牛氏甚至还想把人家的私房也扣下 还好 见男侯没糊涂 想着张氏身上 还有郡公夫人的告命 若逼得急了 闹僵起来 他在皇帝面前也占不了理 因此松口 许他把他屋子里的东西都带走 连家具衣裳什么的都算上 也是一笔不小的钱财 此外 就是他新年的陪嫁丫头 如今已经嫁给府中侍仆 生儿育女了 一家子都化到他名下 从此不再算是侯府的奴才 赵秀听着父亲 向母亲复数分家的具体条款 觉得还不算太坏 虽然穿越到公侯门地 却要被分家出去 似乎是有点惨 但这有钱有房有人的 这小日子也不要过得太舒服 母亲米氏却不这么想 她一听丈夫的话 就忍不住哭了出来 这太欺负人了 侯府在京陵有那么多的产业 在丰险老家也有上万亩的地 只分给你一千亩 旺日郡公爷在时 你一年的吃穿用度都不止五百两 侯爷分家只给你五百两 难不成是大发叫花子吗 郡公爷若圈下有知 还不知会心疼成什么样呢 赵卓叹了口气 我何尝不生气来着 只是母亲说 如今最要紧的还是赶紧搬离了这里 省得吃穿用度都要看人脸色 至于钱财 母亲有私房 我手头也有些银子 是父亲在时给的 足够我们十年花销了 日后再慢慢经营就是 你是哽咽 难不成 我是为钱财哭的 我也是书香士族的女儿 光是陪嫁 就够一家子交用了 我只是为二爷委屈 你是郡公爷 正正经经抵触的儿子 从小姐一欲识 郡公爷疼你 汗在嘴里怕化了 碰在手心怕摔了 因你身子弱 就许你不学刀枪骑射 因你爱读书 就半半的亲自上门求了名师来指点你功课 你及时受过这等的委屈 赵卓不说话了 他心里何尝不觉得屈辱 即使早料的长兄 不可能再容自己母子住在这府中 但也以为对方只是照规矩行事 该分给他的东西还是要分的 如今这般 真真是连族中的庞之墨系都不如了 可他又能如何 赵炯如今已经习了贱南侯的爵位 这是皇帝圣旨 也是父亲生前意愿 他说闹了 只会让父亲身后蒙羞 自己的名声也不好 张氏叹了口气 唉 我知道你们两口子心里都不服 也不明白 为什么卓尔是嫡子 却无法成绝 郡公爷在世时 一直看重长子 牵头的原配秦氏夫人 子嗣艰难 膝下只有你们大姐儿一女 除了前老姨奶奶 生了个儿子外 郡公爷多年来再无其他的子嗣 而他又常年征战在外 不知几时便会瓦格裹尸 为了身后计 郡公爷早早地就请立了世子 谁知后来阴差阳错 他娶了我为济氏 我又生下了朱尔 只是爵位归属成疑 可郡公爷年纪渐渐大了 还不知能撑到几时 张子早已长成生儿育女 你这个低出的幼子却还年少 万一这郡公爷有个好歹 你一个孩子如何能顶门利户 这才没有改立世子 但郡公爷生前早就跟我说好了 等你科举有成 他就给你求一个爵位 让你将来自立门户 也能过得舒心 那里能想到 他走得这本突然 他低头默默地垂泪 看得出郡公爷虽与他是老夫少妻 感情却是着实不坏 赵卓与米氏见他真情表露 也不由得难过起来 老爷子虽然去得太突然 导致季妻嫡子落入尴尬的境地 但他生前的慈爱关怀 却不是假的 赵秀坐在祖母的怀中 见他落泪 犹豫了一下 伸出小手 却是他的泪水 张氏感受到小孙女的体温 低头一看 只见他双眼圆溜溜地看着自己 手还在自己脸上轻轻擦着 仿佛听懂了祖母话里的伤心 在安慰自己呢 张氏不由地露出了一个微笑 握住了小孙女的手 好孩子 小小年纪就知道孝顺祖母了 祖母领你的情 他抬起头 看向儿子媳妇 继续道 却尾已经是你们大哥的了 你们也不必再惦记着 他行事不公 自有人看不过眼 只是如今郡公爷刚去 宫中恩宠正龙 说这时候 有人出头告他一桩 宫里也会看在他身为 郡公爷长子的份上 心情放过 那告状的人 就未必能得了便宜 因此 倒不如将事情抛开 我们且搬出去度日 趁着守孝 朱儿把功课好好地温习温习 你年纪最轻 你有举人功名 天分也高 邓出了笑 正正经经 考个进士回来 岂不更好 本朝与前朝不同 王公勋贵人家子弟 想要出事 无论文武 都须得考科举 否则 只能一辈子死守着家业 不许做实权官的 你们大哥 文不成 雾不就 存将来的前程 断月不过你去 赵卓新知母亲 说的是实情 本朝太祖脾气古怪 威望又高 因此定下了许多 与前朝不同的规矩 这功臣之后 想要出事 必须是先经过考试 就是一例 以长兄的本事 这考试还真未必能过 即使考过了 也无法得占高位 到时候 他虽贵为贱难侯 也不过是徒有虚贤罢了 等自己得了进士功名 入朝为官 他还敢像今天 这般对自己无礼吗 赵卓心绪一定 就开始回头安抚妻子 米氏原是个温婉大方的性情 只是一时不愤 才会有所失态 如今也渐渐地冷静下来 张氏就告诉他们 我们前些日子 就叫人在古楼大街一带 买下了一处宅子 三进三出 足够我们一家子住了 这些天 俗妈就在那边收拾 一些细软 也早已搬了过去 等新侯爷 把桌儿分得的田器和银子 送过来 我们就动身吧 赵卓与米氏听了 都觉得欢喜 奇奇点头 母亲想得周到 厂房那头 只怕还不知道宅子的事呢 这几日之内就搬过去 倒也干净利落 赵秀又露出了 无耻的灿烂笑容 努力逗着长辈们的欢心 这笑容十分真心 因为他已经在想象 未来的幸福日子了 这些人就会做了 也会做了